這次的雜誌我覺得同學們有一個 因為可能是很封促 然後一直在做這些 在做我們的給大家做的測驗 有幾個同學可能有一點問題 我這次不是考你創意 上次那個木製測驗不是考創意的 是考你的心裡邊的版色作用 我們就是說你心裡邊在想什麼 有一個同學非常有趣 他說他怎麼看到那個一個女生 他說看到那個木製測驗打開 他總覺得好像是那個黑黑的那一個 他說覺得那個好像是老寶 你們知道什麼叫老寶嗎 就是那種那個夜店裡面 都不在拉客的 後來他想一想 奇怪我怎麼老是看到那個 有那個老婦人 他上次看起來很像那個 原來他說他們家住到夢甲 夢甲在哪裡 就台北嘛 台北 他說他就是你啦 你要不要說一下你的故事 我就覺得很好玩 有這個房間 有這個東西 有這個東西 我什麼都在幫我講 有這個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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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應該是 夢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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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夢甲 夢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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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投射在你的 所以他聽起來他就 你再講一下給他 就上次有講的是 覺得那個老夫人是那個老保 然後我覺得可能是 就是我後來想想應該是 就是一直到高中 就是也是經過那個 那一條我們當地人 是很忌諱的一條街 所以每次進去就好像快要被 所以少年要不要進來喝茶 都是對大家講的 所以他的感覺上就回到 回到了小時候的那種 那種場景就出來了 所以他是一種 他是一種投射作用 不是創造力 非常謝謝你 所以你如果學的 非常有意的 不可以 我都很期待同學 這一堂課裡面 因為我們剩下兩次 剩下兩次裡面 今天要上禮拜 老師把繩子都帶來了 這個當然不是要跟你玩跳什麼 我們這個還有 這個是另外一個活動 等一下做活動的 除此外老師要看到 喂 我要看到每個禮拜那個 天下雜誌都會寄一本給我看 我覺得最近好像 全球視野裡邊 有一個不同的 不同的一個發展 不管是政治一直到經濟 都會變成慢慢的很多 他的性別慢慢都會 都會人家都會 都會比較平等的看看 不會說像過去 你們知道美國一個 汽車非常有名 他是一直 他的業績過去都是全世界第一的 叫做通用汽車公司 知道起幾首通用 通用汽車公司 知道齁 你們幾個大概比較喜歡 那個了解一下到底品牌 那個通用汽車公司 他們105年來 從來沒有一個執行長 從來沒有一個 是一個女生 但是這一次 居然因為他們百年老店 他居然要顛覆 顛覆他過去的那種 因為他現在已經慢慢的走下坡 所以他們為了要重新的 把這個品牌擦亮 他們居然用了一個就是 他現在是52歲 這個名字叫做巴拉 這個巴拉 巴拉他從小的時候 巴拉52歲 當然別人比你大 我現在講一個比你大的 等一下我們講一個 連你跟你一樣的故事跟你聽 這個巴拉他從小的時候 就他就是 因為他爸爸開一個 那個汽車零件店 所以他就很喜歡 在盧目染之下 他就對這個汽車不陌生 這個地方就跟我們上禮拜 有講的 性別刻板意象跟性別偏見 哪裡不一樣 想要ما 我問你 性別刻板 Roz Chi 對性別偏見哪裏不一樣 例如 例如 接下來你舉個例子 哪裏不一樣 性別邊界哪裏不一樣 性別邊界哪裏有 負面的 負面的 O 如果我跟同学讲说 这个女生大概 那个汽车坏掉了 只能够送修 这个叫做客马 一下还是偏见 女生那个 那个汽车坏掉的话 只能够送修 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这个叫偏见 所以你认为 他已经有认为说 对女生有一种 好像一种主观上 认为说女生的机械 就是不死 对不对 所以他已经有这样 好可以这样讲 但是有人跟我讲说 老师我觉得只是偏见了 那个 所以我如果再问你说 为什么 其实这个都没有不提答案 我如果再问你说 那个台北人 他们叫天龙国 然后高雄人就地府国了 对不对 所以你们是属于天龙 还是地府的 那请问一下 中部人又怎么说 天龙地府 为什么叫天龙国 为什么叫地府 你们觉得 如果我跟你讲说台北人很骄傲 你觉得这样的话 我讲这句话是偏见还是克白印象 克白印象 克白印象 有没有说偏见 所以偏见跟克白印象 其实就是看看你的价值观怎么认定 但是我如果再跟你讲说 颜著名 班上如果有颜著名 我没有刻意要去 要去讲到你 如果讲到说 诶 克白印象 它体力很好 那我们可以知道 这就是叫做克白印象 对不对 那我如果跟你讲说 诶 那个颜著名的 颜著名的他们都很爱喝酒 很爱喝酒 所以因为爱喝酒 所以他们就经常说醉茫茫的 像这样的话 我们就会从克白印象 转到平坚去 对不对 我们还是有看到 很厉害的颜著名都有 所以我刚刚讲到 这一个叫做巴娃的 这一个女性 他就是因为从小在那个 所以我们知道 教育是很重要的 通常上礼拜同学要讲的 他会说 老师我觉得 那个我们给大家看的 Stereo 太空那个 我觉得现在慢慢的 越来越不会那么显现 这个我非常同意的 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 有某些方面 原来有他的 课本影响跟偏见的地方 如果你们可以察觉到的话 那就是慢慢去体会 我们尤其有时候看到 那个 我经常会看到 台北如果在展示 那个很多的电脑 那个台北有资讯展的时候 资讯展你都会看到 去看资讯展的 大部分来讲是男生很多了 但是去那边做广告的 你都会看到 都是那些 他的好少 对不对 然后又像兔女王一样 所以像这个的话 我们会觉得说 这个也不是很好 也不是很好 我看起来是不见得是很好 不晓得大家的感受如何 所以我如果来去上下去 我今天课大概就可能会 会没有好好上下去 那总而言之 我们就可以看到 当美国要走到一个新的时代来 就是21世纪 21世纪的时候要做很多改观 他们公司经常会做一件事情 就是说好 你要来 好 他们做一件事情 然后他们通用长长级 通常都会有一个高阶会议 这个高阶会议就把主管分组 把主管分组 例如说我这个是产品部的 我这个是演化部的 我这个是叫做那个人之部的 各个人各个不同的部别 然后来挑战我们的缺点 因为一个大公司就一定会有缺点 对不对 所以他们就分分来攻击 那个通用的最佳策略 结果他们大家要找去脑子 看看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公司在竞争 一定会 一定要批判你的缺点 所以他们那一组 常常都是都是胜出的 所以他们就会做很多的改革 对不对 如果你看不到 有这一点 我可以跟大家回复一下 倘若你都看不到你的缺点 例如说永远我都觉得我很厉害 像这样的话 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很有知心的缺 但是有时候 我们也会变成在原地他部阻 所以请大家特别留心 这个也是 这个是一个52岁的 我可以讲一个20 有一个非常非常年轻的 22岁的一个OE 那个CEO 他是欧巴马店 你叫他对谈的对谈的对商 欧巴马他 他在他是一个 他自己说话是杂种 他说像他这么复杂的 所以我们好几年 陈我一起到豪娃瑜去 我们就经过欧巴马他的属校 他是豪娃瑜的 豪娃瑜 你知道每个人都有一点 就会土著 然后再加上当时的 有很多种在一起 所以你到豪娃瑜最快乐 为什么大家都比我 你这样看起来有算百的 你算百 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之下 我们看到欧巴马会 他会不断的要刺激他的 到底要怎么样把美国带齐 因为目前为止 好像美国又开始在 护士纳的经济 所以他就讲到说 有一个22岁的 这个22岁的 这一个女生 他是 他是那个印度的后裔 他本来读那个史塔克大学 后来他读到 读到大一大二的时候 他们就觉得 我好像是应该去创业 所以他这几个人就去创业 现在他的创业情况 他 他说我看到一个 一个非常棒的 他认为说 现在最重要就是说 他设计 他创立一个 创立一个那个 美国的干细胞的治疗检测工程 他创立了美国干 那个就一个 那个干细胞检测工程 有几个年轻人 他最后他自己说 他说热情决定的一切 而且就算有三十几的人说 你做不成 热情还是可以使你不顾一切 他讲的 他说 我们这几个人就想到说 一定要做出一件事情出来 所以他们经过好多好多次的失败 他们认为 所有的人跟你这样说 你做不到 但是他们觉得你做 还有他要讲一句话 他说 只要人对了 团队有默契 万事都好解决 还有他说 他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时间管理 他说时间管理是我的长项 他对时间非常的敏感 不只是每个小时 每个分钟 他会订定明确的计划的目标 我们不要说 他说每小时 甚至每分钟要做什么 他都计划的计划 好恐怖 22岁 他现在那个创业 他的资产已经他22岁而已 而且他在他的公司里面 还有台湾的年轻人 在他团队里面有三十几个 在哪里面 所以我跟同学讲说 你们有时候 除了你课内的东西以外 稍微开箱 这个我是大概 给你们找到的时候 我就随手拿一本来看看 觉得希望跟你们分享 老师的东西你们都可以借 都可以借 我那边一大堆的东西 你们可以去看看 如果你们在茶余饭后的时候想一想 有一天 我们最期待你的就是 不会没有工作 因为你读到硕士博士毕业以后 一定要找工作 你看看他的工作就是他自己重新来的 然后人家问说 你要不要回史丹国 他说我现在 他最后一句话我觉得很有趣 他说我已经找到我的六星所在 所以他大概就继续做查询 所以这22岁年轻人跟你差不多了 他是一个印度的后裔 所以我们可以想一下说 这个时代实在是一个很进步的 而且很多很多元的 同学一定要去想办法去克服很多很多的困难 但是最重要不要一个热情 而且要找对人 而且要好好地对话你的时间 好不好 我的时间也非常的压缩 但是我一般来讲 同学也 我的助 我的学生们都知道 老师有时候也 也闲不住 我都会想到 我如果带子空的话 我就会跟你们讲 就你看看 你看我带子有空了 全部做完怎么办 这个也是没有办法接收的事实 所以大家要知道 你一定要把你的想法去互诸实现 不要说想这边天马行空 0.60马年天马行空 像马那么的 想了很多很多 但是你做的又很少很少 没有办法落实 这样的话也是很糟糕 有一天你都是 你的理想跟你的现实 总是距离太有远 好 来到这个地方 我们会讲到一件事先很重要 这个就有关系的 我们会把人际 还有交友跟爱情放在一起 好 有人说 大学里面有三个功课 一个人做 一个功课 什么功课 有人跟我讲三个功课 一个什么 好 三个功课 来 你说一下三个功课什么 这个很简单 大学有三个功课 一定要做 好 第一个功课什么功课 学业 学业功课 没错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 Counting的那里录 这个我经常讲的 你的128 甚至那个机械系的 我们去那个宿舍看他 他说可不可以跟我们的系组 他说我去跟系组人讲说 我为什么要说140 加过128 我说我们来讨论讨论 但是我不是你们系组人美方 好 你先要读好 然后呢 第二个 社团 社团 非常对 第三个呢 就是在这里 跟你怎么那么了解 所以大家都知道 我们今天来 其实我跟大家讲的 刚刚讲一些其他课外的 也是要希望提醒大家 三种要并重 三种要并重 很多时候你的partner 可能就是你的另一半 我上个礼拜跟你讲的 然后那个 ACER他们就两个部同时创业 施政永他们的部部 他们就是同班同学 交大的 交大的 好像是资讯的 资工的同时创业 这也有可能 所以我干嘛要 让同学要不断的 那个互相认识 因为将来可能你的工作就是 我需要 我需要这个文学的 我需要管院的 我需要有来设计的 我需要有工业的 最后我希望能够来宣传的 所以这几个都会变成很好的partner 但是除此而外的话 也要知道人际关系是很重要的 很多人都没有把它认为是很重要一件事 所以他吃费很大 所以还有这后面这两个 不好意思 我们讲的好 这个这个 听说 听说你们都认识他了 有一天 那个大雄 大雄 阿老师 大雄 阿老师 他叫大雄阿老师 这个大雄老师 就有一天 大雄老师给你90块 你再去跟胖虎拿20元 这样你会有多少钱 好答案请告诉我 没有块钱 为什么0块钱 为什么会0块钱 胖虎大钱 你们是有看这个漫画的 因为我是跟助教跟我讲的 他说好 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 你也 那你们都知道吗 因为你们太了解 他说老师就很相信你不懂数学 他说你不懂胖虎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心里边 心里在 你都要知道 当你跟他面对面接触的时候 第一个就是 都是互相 那种几秒之中的成绩 其实就是在互相打量对话 对不对 打量对话 我要用什么话跟他讲 我用什么样他会接到我 其实都是互相打量的 对不对 所以你们千万记得 现在你们书读到一个程度了 因为书是你们手上老师教练 跟我五官 我现在最期待就是说 如何把书定用出来 变成让你的能够在人际互动里边 而且要手上无比 可以这样这样 好 所以我们来看看人际互动里边 所以你一定要了解 胖虎到底是什么样的 那反过来讲如果不是胖虎 那如果是一个非常非常的 非常非常的可爱的人 或者说他非常老实的人 他当然会剩下很多 然后剩下会一百块钱拿回来 甚至他会给你更多 更有可能 所以每一个人 他我们讲到一个人的人格有那么多东西 所以你开始回去说 老师我到底我的主行人格是什么 我的户行人格是什么 你已经差不多都知道了 我没有给你做那么多测验 等来游这个地方 那你这后一定唯有缺点的 对不对 所以你缺点一定会找出 跟你能够互相互合的来当你的朋友 所以我如果是一个不会时间管理 那你一定要找一个那个同学来 他每天常常会提醒你说 同学不要打那么多电动 然后同学不要怎么样 如果你是一个每天都很紧张的 像我有看到的同学 他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从小就 父母先认为说 除了读书你什么都可以不要做 这种情况也有 对不对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你的优劣点在哪里 所以我们把我们的优势的能力指出来 我们还有一种劣势的能力 你一定要降低到最少 那未来同学你要知道 你的工作没有那么难 我总跟我的学生讲 工作真的没有你想象那么难 难占你不知道优势 难占你不知道把握时机 难道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找对的人来做共同应该做的事 我大概只有这样跟同学讲 好 首先你要了解到人际互动 人际互动说难不难说简单 其实不简单 为什么你会看到有些同学 他好像左右红圆 他好像那个讲话人家都很愿意支持他 这个也很重要哦 尤其我在学校里面现在当学务长我也赶到 有时候你要讲话要对的时候 对的人 而且对的态度 像今天啊 像今天我们就拍一个那个学校的咨询会议 咨询会议 学校的咨询会议就我们找来的 校长找到全部都院士 不然就交部长什么都有很多院士 我们就要去那边就是去看他们 对我们有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引导 然后大家要讲到 因为学校里面 你看我们这种这种学校里面 研究是最重要的对不对 所以很多老师都会把研究弄很重要 我们报告给他们听的 校长报告给他们说 哦 几天几天 让我们产学计划怎么长得天花乱坠 突然之间有一个中研究院的副业长 他就告诉我说 告诉大家 我知道 他说虽然呢 那个中山大学的每一年的业绩都在进步 但是你们有没有想到 家长为什么要把学生送过来 请问一下 我如果 你父母亲 或是如果大家 家长为什么放心 让你来中山大学 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什么理由 因为老师的篇数很多吗 啊 来说 你们认为呢 这个这个就是很有趣的问题 所以大家为之哗然 你说家长为什么愿意把 小孩子放心放到中山 如果很有选择的话 同样差不多的场景的话 你觉得为什么 知道耶 不知道 应该没得选择吧 没得选择 不是啦 你说有得选择的时候 家长就 如果一个学校 家长最希望说 我这个孩子送过去的话 他可以怎么样 我就会比较放心 有吃饱吧 有吃饱 嗯 这样吃饱 嗯 可是我中山大学 没有提供三餐 我们有没有 宿舍 那个吃饱 这个也没有说吃饭免钱的 除了吃饭 就是说安全性 也意思说安全 除了安全性以外 有没有同学们会想到说 你们家长最期待学校里面 让他的孩子能够学习到手 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 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 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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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说家长可能会期待说 把你送远一点 那个不要台北人台中人送远一点 这样的话 我的孩子可以来学奴隶一点 这是很棒的 还有 但是那个研究护院长 他跟我 那个叫彭 彭琛 他告诉我们说 我们都要知道 家长最期待就是说 你有没有要把 好好地照顾我的孩子 所以如果说每一个老师都 多讲东西也配合的话 像这种情况的话 可能家长们也会认为说 那我的孩子也就随便乱教 然后他就做他的研究 像这样的话 对学生也不是很好 我们学校会大概 从七八年前开始很注重教学 最主要的也是哈佛大学 他们讲讲 政上心理学 我跟你们讲 他是哪个学生多少 还有再加上说 他们会认为说 我一流的学生 如果来到这个地方 没有好好地教的话 把教学当成一种 最大家最不重视的事情的话 那其实对学生并不好 所以他就告诉我说 那你的学校是怎样的 对学生怎样的 做鼓励 做各种的方面来讲 所以你可以知道 一个家长也好 或是说外面人来看你的话 他是看整体 不是看部分而已 所以你们的话 整体的话 他不是只有功课 你要包括我常常跟你讲 你的热情 你的态度 还有你的 要如何的 如何的有意志力 最后达到目标 好 我们来看到 这个人际互动里边 所以 人际互动里边的肌膜 所以肌膜的话就是说 那个肌膜就是 你要了解外面的一种 一种单位 所以人会形成一种 有组织的架构 例如我刚刚讲到 地人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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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肌膜煮下来就是很多的 例如说我走过去的时候 我就闻到 味道不对 为什么 因为他好像都不想晃 然后很闷 然后 那时候如果你的老板是这样的话 你再说 老板 请问一下你 你觉得我这样好不好 那你就完了 对不对 因为你根本没有搞清楚 当时的环境是怎么样 所以我如果可以跟同学讲一下 插严观色 怎么插严观色呢 从这里开始定义象 所以定义象里边 就是说 你过去的经验里边 出现一个人的时候 你要形成对他的特质的影像 你首先走过去的时候 我都觉得 你真的要插严观色 你看看 目前来讲 情况 如果他正很忙碌的话 希望同学关门 赶快离开 等一下再来 好不好 你不要去把握到你的上司也好 就是说你的同学 人家正在忙 你的 你如果这样的话 一直敲门 他没有听 其实人家正在回一个email 你就一直敲门 上下门的话 第一印象就很不好 懂不懂 所以给第一印象 第一印象就说 我要适时务者为俊杰 什么叫适时务俊杰 就是说 该打倒的时候 他如果坐下来喝咖啡 都可以进去了 他如果东西还正好的时候 你最好是站旁边看一下 你可以再去准备 所以我一般来讲 我会知道说 什么时候是可以 可以跟某个人对谈的时候 然后第二个 你要刻板一下 就我刚刚跟大家讲 都会有某些刻板的一样 当人家跟你讲说 这个老板很坏 请同学不要马上就想起 为什么 因为他这个老板 可能有他自己的基础 例如说蒋博师 他是一个那么聪明的人 他对他的员工是非常非常凶的 但你知道 你只要有拆情 你只要能够按照他的步骤中 他对你非常好 你要帮你 对不对 所以你如果要到那个公司上班的话 如果你没有准备好 你给人家的第一印象不好 然后你又对这样的刻板印象 会很糟糕 对不对 而且你要知道 我要去那个公司找工作的话 我要到这个机构找工作 我是不是能够跟他能够配合 例如说你是一个很闲适的人 很松散的人 那我相信你如果到一个非常那个结构很很很 就是说他的层 他的层级非常非常的明显 例如说 大观管中的中的管小的等等 那种总经理管 那个董事长管总经理 总经理管经理 经理要管其他的各组的课长 什么之类的 他如果阶层很明显的话 有可能你是不适应的 但是反过来讲你是很有创意的哦 那你说不定你就 如果你又是读那个读那个资讯的 那你到Google 配合公司是很棒的 他们连每个地方都非常非常舒服的 让你知道里面就非常康复的 好 像这种情况就刻板 还有一种叫做确认偏差 确认的偏差就是说扭曲所见的现象 就是说你会机会成事 什么要机会成事 就是说你不但人家跟你印象没有去澄清 反而加深自己对他的印象 那就不对了 例如说你要修个课 这个课有很多老师在去开 你就会说这个老师给高分 你就这个人家推荐你就去 其实有时候你是要去确认一下 你如果没有确认的话 你反而就让他贴上 一个很好的老师 他只是严肃一点 他只是口肠就那么好 那你就错失良心的去想要的分 这也很可惜的 对不对 所以你要跟 所以我通常觉得里面之言 对各位来讲的话 你要查研关系也好 就是说要给一家保激冬具 你去玩去欣赏一下 然后去了解他的优点在哪里 这样的话我觉得比较都有查错 接着我们讲到人气互动还有 所以第一项开始 我们经常 我经常跟同学提到说面试 面试一般来讲四五分钟面试 我们大概在五分钟之内 甚至两三分钟之内 你大概印象就出了 他可以达你分数的 所以你要给这样一种观感 就是说非常有礼貌 非常的有准备 好不好 非常的准备 你要去哪个公司 你要去面试 对那个公司一定非常清楚 非常清楚 非常清楚的意思是说 我对他讲话就不会失礼 然后我对他讲话是我有准备 我很清楚的 如果这样的话 我相信各位来讲 将来你们有可能就是放眼世界 因为我知道这样 现在是一个非常robot的世界 像这样的话 你将来投鉴的话 理不到其他地方 再包括说你对他很了解 然后很有竞争力 我觉得这是很棒的 好 所以清晨以后我们会有固定的 我都觉得这种态度 跟对待的方法是很重要的 例如说人家问你说你会不会 你马上说 马上就觉得很不好意思 因为我不会 你倒是可以说 虽然我还不会 但是我用其心 像这样的话 我相信老板也会 也会觉得说 你如此可教 但有些人 有些人说 这个没有问题 然后问下去也有问题 像这个一定会 一定会 人家会说 谢谢下次再联络了 所以比起说 我虽然没有办法直接回答说 但是我很愿意学习 这样的话 或是会找支援的人 会得到比较多的肯定 好 还有人际互动里面 大家会记得礼貌 我会非常注意到同学的礼貌 为什么礼貌很重要 这个礼貌就是说 人家在跟你讲话的话 有没有不主要的眼他 你有没有眼睛对着人家的眼睛看 你知道眼睛是灵魂之双 所以我在跟你讲话 你有没有非常的 对我有没有拭目相对 这个很重要 好不好 因为有时候你会觉得 不知道眼睛都不知道摆看哪里 我们都知道不要太靠近 但是眼睛还是非常 你那个面容跟你的眼神 都是要有相接触 但是不要这样很 这样对着看 这样的话也很不礼貌的 就是说眼睛很大 是对着看哪里 哪里很奇怪 就是说你比较可以逼得 不要那么靠近 我们一般来讲 东方人大概有六十到九十公分 那个距离是安全距离的 那个如果是拉丁人他大概十五公分 你知道有多近吗 这样而已他鼻子都对着鼻子 就这样 我们大概要六十到九十公分 所以大概要离超短距离 这样的话不会有压迫感 我如果这样的话 你会有压迫感 你看他就往后头 但是我如果这样的话 你会有压迫感 我在后面就都没有压迫感 所以保持距离是一个重要的 好不好 你千万不要还没有跟你认 就这么靠近好恐怖 不管是男生女生都会有很大压力 所以我们都会期待同学要期待 我希望我们中山大学出去 是一个非常人家会 觉得很爱用的 为什么会这样 态度好再加上男人 加上要制造机会的自己 对方所以会对你有意义的反应 只是因为对你对待方式 来回应对他们的影响 就是说你要给人家那种反应的时间 就是说不要这样咄咄逼人 好不好 不要咄咄逼人 讲话 我讲话很快 但是我们要给人家一种 就是说让那种 我准备好就好像这次那个 顾校长他刚刚 我们换了一个顾校长 我学务处上面是顾校港管 然后跟校长 我开始他接任的时候 来看我们学务处我不在 所以后来我要去看他 我赶快知道他过来以后 我就准备PPT一点 这个一点是干嘛的 把我们全部的业务都放在里面 然后就跟他很快的用火部讲完 这样的话他就对大家会比较 对我这个地方就比较清楚 所以我们做做那个人家如果 因为我一定是被管的嘛 当然我下面很多人没错 那你要知道 如果你是一个小小的组长也好 你一定要对你的业务很清楚 对每个人的优势 那个优劣的事你都清楚 然后去然后报告的话 人家对你觉得 你长得还不错了 总而言之 所以你要让人家信得过脸的话 就是说你有没有很清楚 你到底是做什么事 所以无论上不知 那我相信他们对你的方法的话 你的第一个观感就很差 所以他们是一种互相的喜欢 还有一种叫标签中 标签中大家也知道了 所以从小到大 我相信你们给人贴的标签 应该就是自用班啊 好学生啊 你有没有想到 有一些人贴的标签 不是这么的辛苦 望楼班啊 往直言班啊 甚至有人说 他的旁边如果直言班的话 他就 他害你一点点 他走过去还比较不会被承担 像这种情况都有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你如果还有一件事 就是说要有同理心 这种同理心就是说 他比你弱 他比你不能干 但是同学们愿意去帮助给人 所以一个长官很用的人 他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 他是很愿意帮助别人的 因为愿意帮助别人的人 他一定是好相处 很合作 对不对 所以我们经常跟企业界 他们在连到 他说我要的学生 我要的人是什么 愿意学好教嘛 就试个字 愿意学好教 他很愿意学习又很好教 他要的不是那种很啊 人是长大口底上 我什么都会 但是你知道太多公司 我们都不会 如果你什么都会的话 我相信 那你来当忙办法了 可是你又不是 对不对 你又那么年轻 你刚开始在学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愿意学好教了 那很容易的 就是说我们的态度 是非常的不贵不抗 我讲过了 好 这种放流班请示班等等 如果说你将来会到 金字塔的顶端 你一定从慢慢的中间开始好 我在想你们应该不 如果说有一天你真的是要赚2.2K的话 我们到跟程大他们在讨论 我看他们学生也是有一个他们来分享 他说我一开始 程大毕业我是赚2.2万而已 但他如何从2.2万里边 他找出自己的一个发展空间 像这种情况 比如说我们这种来说 一开始没有找到我们合适的工作 我都觉得也不要激发支持 你只要准备好了以后 你就会有工作可以做的 好 还有我们对了 还有一种叫教师的期望 我们都知道很多老师 不是所有的老师 包括未来你就会当一个小主管 不是所有的主管都能够那么的 都能够 就是说他在判断一个人那么正确 所以如果判断错误的话 有可能也会非常非常的 让那种就是有些人 他会受到很多委屈 好 我们来看这个实验 这个实验是老师跟学生 可以贴标签的 这个是有两个 有两半就是要假班的乙班 然后假班的 他说被告知两班学生素质分量 假班学生非常好 而且非常用功方便 方便很勇业 乙班的话就是要这个 就是笨笨的 什么都不会这样 所以其实这两班是一样的 从此以后 老师就会觉得假班 他对假班就 我就觉得这一班都很厉害 其实他们素质是一样的 你觉得人会不会给他贴标签 应该会了 随着贴标签或是被贴标签 我们都觉得这是不公平 我觉得很不公平 对不对 你贴标签也不对 或是被贴标签也不对 被贴标签当然是很委屈 但是贴标签是很不应该的 很不应该的 好 我们再看一下 所以事实上这两班都没有差别 但是他们假议两班的 得到讯息以后 就会有不同的预期 所以这时候老师就对假班同学 对 因为假班人家跟你讲说 那个 这一边这一边的同学都很认真 所以他特高和颜悦色 然后这边说 你们能够认真一点 你们已经这么断练才这样 来跟我们一点 讲话都很负面的话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连老师被告知说 学生这边是好学生 这边不好学生 或是这边好这边不好 他马上就会改观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知道这就是我说要验证 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所谓的验证就是说 如果你们问主的话 人家跟你说 你们要跟他同一组 他只会帮你拉 把我们分数拉下地 把我们分数往下拉 你就会知道 这个就是用人 用人有没有用到对的人 所以这个22岁这一个女生 她觉得她继续找人的时候 她就会 她说有人跟我讲说这个人不能用 但是我去考验她的结果还是会用 这个都是我们知道 当你在用人也好 或者说你在找你的team的时候 你要看看你们共同的合作因素 有没有诚意出来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教师期待 教师期待的话就叫 教师期待有时候我们叫比马龙消音 这个比马龙消音 讲到比马龙这里 这个后来我们去看 助教跟我们看 它是发生在塞浦路斯 刚好我们老师也到过塞浦路斯 刚好我们这边久约回去 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去参观他们的一个博物馆 塞浦路斯现在已经 他是一个希腊 他的国家非常特殊 他是一边希腊一边土耳其 所以你会看到他里边的国家的原种很特殊 一般这个是他们一个古城 古城看起来有点瀑布蓝蓝的感觉 他们都因为希腊本来就每天都在做梦 他们就会常常幻想很多的 很多很多的那种想象的世界在里边 当时这个主角他就很幻想很美丽很美丽的 他就幻想这个雕刻的少女叫盖拉蒂 他就幻想她变成她的梦中情人 就跟她陷入热恋之中有人这样 所以就马上非常漂亮的美女 其实他只是一个雕像像这种情况 后来他就被他感动了 被他感动以后他们就裹起来 后来就一直每天就付给他生命 结果后来他裹起来 这是在神话故事里面的 所以避免马龙少女的意思就是说 我是老师 虽然有一个学生很差 我就 不是你 就你假装一下 他其实功课不好 我每天就说 我觉得 我觉得你写字很漂亮 我觉得你头脑很好 他一开始你接受 没有 没有 但是我觉得 你看看你今天 你看看他写到吗 这个连老师都写不出来的字 然后第二次 他已经看一场真的吗 真的吗 我觉得你不是不单写 你内容写得很好 你中文可以参加比赛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他终于接受了 所以 其实我只是要做一个笔码 我笑一点 你看 一开始这个同学叫自暴刺气的同学 他连功课也不写 然后每天都交白卷 我就跟他说 我觉得你字 其实他只是签名的 你字写得不错嘛 然后他说 他以为老师在讽刺他 然后我就 我都讲几次 他就会接受 我对他的一点点的鼓励 然后慢慢的他越写越多 你看他现在是越写越多 真的吗 所以他就真的越写越多 最后他就变成 就变成他了 所以你可以知道 这个就是一种自我印证的诺言 有人叫预言诺言 自我应验的预言 这个自我应验的预言就是说 当你遇到一个你带不起来的人 请同学记得不要对他失望 你对他失望就是自暴自起 连你最后被毁业了 因为我们知道只有一个天 例如只有五个人 对不对 大家都慢慢一个一个带起来以后 你如果 好 这个同学 我问你 你的睡觉 他太累了 你们 有时候我看到你真的不好意思 不忍心叫你 因为我相信你已经上了七八点分 来 这个同学你觉得自我应验的预言意识 就是说你有没有做过这种事 你有没有曾经有这个音验 这种人家对你说非常非常鼓励 你有没有改善的地方 有没有这种经验过 有没有 有没有人的同学有 有的前提手不上 就是说你本来不怎么样 但是某一个人 某一个老师鼓励过你 你就变得很厉害 或者说你慢慢的就开始提升你的信心 有没有同学有这样的经验 有没有 可是从来没有老师鼓励过我 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我叫我中文的 好 那个老师实在是很糟糕 每个人都会打屁股很好 好 没有关系 那个总的言之 大家跟 这个就是现在的赛古律师 他是闻到一个古城 他每个地方都 那个东西也不好吃 说真的 但是还是给大家看一下 有这么一个地方 我刚刚讲到自我应变的预言 他是说 不管你如果觉得自己真的不错 越来越好 如果你觉得自己很糟糕的话 真的 越来越会往下掉 所以你现在开始做一件事情 把自己觉得很不错 然后自己看看 例如说我哪一科很不好 我们都知道每一个同学 都有你自己的弱点 如果说我的统计不好 我就开始每天给他算 然后找同学来问 我相信如果你能够这样做的话 有一天你将来变成的地专家 到时候来跟我讲一下 这个叫自我应变诺言 然后我们又讲到说 因为人对于未来期待而始的事情 终于能够实现 我们研究发现说 我们老人记忆里面 没有我们想象的差 很多人 我们都认为说 我的阿嬷 我的阿公 他的脑力都在退化 得到了老人痴呆症 所以他就非常非常的很健忘 像这种情况的话 很多时候是我们的意识的 他没有你想象那么差 如果你每天给他鼓励的话 你们家里有没有阿嬷功的 不信的话回去看看 上次有个同学她说 那个不晓得我 我长到来一半会写卡片 她说 她不敢去摸她阿嬷的手 她觉得阿嬷的手怎么那么重 后来有一次她阿嬷生病了 她去摸她的手 才发现到阿嬷的手 她阿嬷就很感动 因为这个小孙女 从来不敢去碰她阿嬷的手 像这种情况 你知道大人尤其老人家 如果你们可以多关心她 然后都鼓励她的话 她应该没有想象的 那么容易就退化 她的退化是因为你没有理她 因为大家也认为说 你都忘记过去的事情 所以我就给你吃给你穿 那就够了 这是不对的 你知道吗 我们老人化的社会就开始 我们现在那个台湾 从纪念开始 女生的人口比男生多 你们知道为什么 女生的人口比男生多 请问一下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来 从今年开始 女生的人口比男生多 你们知道为什么 理由很简单 有三个 来 一个 告诉我 女生的人口比男生多 来 这位同学 因为你在 你想一下 我相信你可以听 女生的人口 为什么比男生多 你觉得为什么 女生人口 为什么比男生多 女生人口 为什么比男生多 所以 我说现在台湾人口 是女生已经超越男生 但是那个女婴 男婴又比女婴多 女婴占43% 男婴又占57% 为什么会这样 可是这是很矛盾地方 对不对 出生来的男生比女婴还多 但是现在人口是女生 我们全台湾的女生比男生都不轻 你告诉我们什么理由 第一个 女生比较会控管的情绪 哦 太厉害 你在睡觉的时候 我还知道嘛 对不对 好 你再帮你 来 对不对 不要等待 第二个 把你收一下 跟她 女生会控管的情绪 所以呢 男生你们要知道 其实哭也是一个很好发现 对不对 你们就忍着都不哭 然后等到哭的时候 等到要哭 就哭不出来 崩溃 好 第二个 女生比较多对啊 那个 女性平均生命比较长 错比较长 你家现在长到几岁吗 很大的数据哦 应该有七八十 七八十 女生83 男生76 为什么会这样 除此的话还有没有理由 来 还有没有理由 你好像都没有讲到 来 还有没有理由 你觉得为什么女生的 现在还有 其实还有很多理由 起码不止三个 我们刚刚讲的两个 就是说女生比较长寿 女生比较的话 那个情绪控管比较好 那你的理由是什么 人家比较短命 对啊 对啊 你讲过了 讲过了 为什么会搞命 你要讲一下 这个讲出来 讲出来 你们就 解气风刚成生痘痕 解放痘 解留神痕 好 我想 我想 我想到她 她这个一出口就成文昌 很好 来 帮你的 为什么女生会比较吃太多 可能有些 就是女生可能就是 比较会自己煮东西 然后男生会比较外食 就是这样 她说女生比较会自己在家里煮东西 男生的话 男的煮就会外食 所以吃外食的话容易保密 对不对 也是这样 但是我现在也看到 大概外食线上大概几乎都很多 但是她意思是说 女生比较会保护身体 对不对 但是运动的男生又比较喜欢运动 好 除此的话 我们开放一下 你们后面同学有没有 要不要讲一下 有没有什么 我们现在问到说 为什么女生 你看老师已经走到前面了 调整 来 换你们了 这一组的 你们说一下 我们还有一两个理由 还没有讲出来 为什么女生 会比男生还多 在台湾目前的情境之下 为什么 观念上比较现代 观念比较现代 观念比较现代 怎么会跟女生 好 就是比较开放一点 不会说 那个 生 没有生男生的话 就家 家庭就会 不能够死 好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现在 时代比较开放 所以生女生也没有 她也不会说 想要继续生个男生 所以女生就很多 这样 是吗 就传统观念在改变 所以生女生 人家有个生 一个女生就不容易再生下去了 所以有时候 古拜就是生两个女儿 也要再生三个女儿子 类似的 好 这个是一个理由 还有没有理由 看有没有同学要讲 好 来 你们说一下 我那时候看到 是因为就是 那时候跟国民政府 去排放 那个 就军队很多都是男生 然后到 就到这边的时候 已经差不多都凋零完了 所以男生数量就是减少 就是现在老兵都已经 已经差不多了 对不对 好 这个老兵 老兵 但是对吧 就是说他们带过来 因为那时候 就是国民政府过来的时候 民国是39年 那时候 就带很多的 所以那时候是真的 那因为带过来一定 他文化卡评格 所以他们都差不多 在这时候 就回去了 对 所以那时候 男生比例就比较高 好 所以现在是正常现象 对不对 对 好 谢谢 还有没有理由 应该还有 来 因为我已经绕一圈了 我再绕第三圈 我就要结束了 来 你说 有可能是男生的人口外移 然后还有就是外籍型 这样 进来台湾这样 怎么这么好 这个是很大的理由 那个我们知道 现在这个也是跟台湾为基 你知道吗 台湾现在很多人叫挖角 挖那种很厉害的人 所以很多的科技的 因为我们会 他的薪水是台湾两三倍 西大坡 大陆 还有香港都挖角 所以很多的精英被挖中 然后进来都是什么 你知道吗 很多的 那个新住民 这时候新住民出了 新住民现在 太好了 在人口之中 新住民他生养的小孩 肉比台湾的还多 所以如果我去看那个美国政府 跟那个日本 日本根本就不会让你移民进去的 还有澳洲 还有加拿大等等 他们的移民政策跟台湾差太远 他们进去 你每一个进去 要成为他的公民 很不容易的 第一个 留学你一定要很精英的 例如博士学会 如果没有博士学会的话 你就是有公司 要聘你一体力 替你申请你的肌肉权 这样的方法 所以一定是精英 对不对 然后第二个的话 如果你不是精英 那你就投资 带钱来 像我姐姐那时候 他们就要移民到加拿大 所以他就 他要跟他打企业 你一定要最少要有100个人 用我100个人 你就会移民 类似这样 所以你看不停加多出名 我们台湾有这样说吗 没有 所以我们会造成说 目前来讲 还有还有除此外号 这个是 刚刚这个也很棒的 还有一个 就是说 男生他比较没有病逝感 什么叫病逝感 你知道吗 生病都这么没关系 小病 戴个口罩就好了 但是你要知道 如果女生这个情况 早就到了 我们有两个医院 都是额买为患 很多年女生排队 因为他觉得 这里不舒服哪里都很痛 像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你要知道 当你小病不医 到大病的话 就很难医 很多时候 所以还有一种情况 叫自杀事件 女生的自杀 大概起码要三次以上 可能会成功 男生一次就成功 这个当然也是一个女 本体也要知道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女生就是想死不敢死 男生要死就死就死了 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 还有一个 你们都会知道 我那一天才知道 我问他们说 你们三天半十一点过 他要出去干嘛 他要吃宵夜 我说吃箱买一个泡面就好了 干嘛要出去 他说不是 我跟你讲 泡面一碗要五六十块 我出去吃包子才十块 我说你骑摩车呢 你出去几点才会来 我知道吗 然后出去如果要趁热路那边 弯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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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弯 你等一下要被狗水怎么办 都没有想到 对不对 他真的就会这样 所以我们估计想 今年花生车祸已经一两台见了 都进来 不是人家重你就是你重 还有两人被重都有 像这种情况同学 这种同学的都有 我都觉得你们 骑车技术不好也就罢了 还那么爱骑车 真的实在是 不然你们就把自己学好 一点再骑 也不太会骑车 然后骑那么快 然后路灯也不好好看 也不太好好的带安全骂 你们知道这个真的是让家人不放心 这也就是刚刚我提到 为什么这个学校 人家要把他孩子送过来 其实很重要 是一个安全女人 好 讲到这个地方叫自我医院 我回到自我医院 大家可以知道 如果你觉得 那个 你的阿公阿嬷 他们真的很健忘 他们不需要怎么 只要给他吃饱 真的 他就会变化很快 但是你如果跟他 你就会 你如果很孝顺的话 我都觉得你应该常常跟他讲话 你常常跟你阿嬷讲话 把他喜欢的 像以前我跟我婆婆在一起的话 我就会 他会唱歌给我听 其实他唱的歌都18岁的时候会唱的 因为很多人都把他认为 他已经都不会讲话 都已经没有记忆 但是你如果引导他出来讲话的话 他还不会唱歌给你听 像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你会减反他的法慢 因为这样的话 有一天连周人都不记得的话 真的 那个当人家子女的 或当人家孙子的 也会感到很遗憾的 所以这个也是一种自我应验 获商 获商是那个美国的一个公司 他们是在芝加哥 你们知道芝加哥是美国大城 跟我以前住的地方 那个开车八个小时 我就在推起 那个我们如果能够开车 开人到处算近了 所以开八个小时就可以到 我们到那边去做什么 吃那个饮茶 因为我们那边就比较少 尤其才会去的 所以你要吃好吃的 就要到处讲歌去 所以用机会就会过去 大概寒暑假了 芝加哥里边有一个 叫做货商厂 这个货商厂 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公司 它就当时被 他们这个实验里边 他就说工人的生产力 提高性费功能 受到那个 本身受到研究者的关注 他就会说 这边的这个甲厂里边 甲厂里边 他会说甲厂里边 这个甲厂里边 这个甲厂里边 都是很优秀的 所以你们这边的生产力 一定会很好 然后被宜常讲说 你们 我觉得你们肢子苦痛 所以我对你们也没什么期待 所以像这样的话 后来实验的结果以后 发现到说 因为他正是实验主 他这个是对照主 所以实验主的产能 我们就大大比 对照主的又显著的增加 这个叫获商教 你们有没有做过这样的 这样的实验的话 我们现在在我们的 研究教学里边 做的很多 我们常常都跟学生说 甲班 我们用的是一个 探究式教学法 乙班的话 是用传统式的教学法 然后甲班的同学 他们表现好 有一部分的理由 并不是说 我们都会教 很多时候说 因为我是实验主 因为大家都在看我 所以我要好好表现 很清晰特别好 所以这个也就是一个 叫获商的 获商校定 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说 这个是升学班 这个是普通班 普通班的话 他们自己就认为说 反正没有人注意到我 所以他表现就 慢慢的降低 这一点的话 因为人家注意到我 因为我是实验班的 因为我是学校的明星班 所以我就很认真 所以他们出来 就叫获商校 这个是我的说法 接着我们再讲下去 这个大家看一下 A A的形容词 跟B的形容词 你们看到吗 这个A的形容词 例如抹假 抹假 人家说 你很聪明很勤劳 很完美很固执 很嫉妒心很强 然后B是 嫉妒心强 固执完美 勤劳聪明 你觉得哪个给你 你如果你 人家给你这个评评 跟这个评评 你认为你喜欢这个评评 好 我一开始跟你讲说 你很聪明很勤劳很完美 然后很固执 嫉妒心强 这个是有好到坏 这个呢 B是这样 先骂你 你嫉妒心很强 你固执 你很完美很勤劳很聪明 你跟喜欢A的 请接受 喜欢人家给你A的评评 就先好再坏 这个先坏再好 喜欢的请接受 好像比较少 我们来看看我们这个实验怎么样 好 这个实验呢 A给人家一开始良好印象 然后B一开始 人家那种很消息不好印象 这是初始的效应 初始效应 还有一个心境效应 所以来说 那个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一开始给你好印象 然后慢慢出来 我们叫先养后印 这个对学生的伤害可能会 所以你有很多 你在里头好漂亮 你看起来非常温柔可爱 他如果你能够整容就好一点 像这样你会比较舒服 然后我跟你说 老师觉得我 你的头发颜色不对 老师觉得你哪里不对 诶 但是我觉得你身材很好 你感觉如何 哪一个比较喜欢 好 好 他想人家可以 好 好吧 我来看一下这个实验 所以那个 第一个联系剧的第一个版本 特别好看 到第二个联系以后 他的版本 那个也没有一级的 所以 就是说先入为主的观念 所以你到底要怎么样的 对人家讲话 一开始是批评人家呢 还是一开始先承担人家 然后再批评 然后 或是批评一大堆 然后再生长 我们来看看 最后的结果是怎样的 好 好 那个夜 后面那个 那个 不是有一个 那个你拿掉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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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一下 你要怎么样 获得人家的好感 这个 跟大家跟 一开始就肯定 肯定肯定 如果说他 一开始就表示出说 我对你好像观点 好像对某些人不错 他就 一开始他没有 他一开始都是肯定某个人表现 你不错 你这个很好 那个很好 所以人家对你的意象就是这样普普通通的 就是都很不错 但是呢 还有一种情况是这样的 他一开始打击你 我地你 然后最后呢 还不错嘛 很好喔 所以他反过来 他的意象会比较生退 这两个是不太一样的话 跟我刚刚那个先扬后意 或是先意后扬 这个是一个说法 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 你要给他好感的话就是说 如果你老板 你要知道老板有时候 他有时候那个老板 因为他那个恨也不成刚喔 对不对 刚进来他一定说 欸 年轻人早一点来 我要开始 年轻人早一点来 你看你这个现在都 现在都几点老板都给你找到 像今天我如果是老板 我看到人给我找到 我应该先骂你 对不对 如果我是老板 我现在是老师当然不会 我如果是老板 我就说你比我晚到 好 你这个我记住 像这样 我就先骂你 没想到到明天你 你就睡在这个教室 好 像这样的话 我就和你对你保护相看 这时候 我对你印象 就很好很好的老板 所以有时候 当老板一开始在挑剔你的时候 其实是考验你 有没有改进 考验你 有没有比现在做得更好 百倍 但是老板一直都对你称赞 其实这个是有距离的 你知道吗 其实还蛮有距离的 人家谈话叫做买货 没回卖 闲货才 闲货才是买货人 有没有听过 就是说我要买一个东西 我就说 哎 这个赤子不好吃 这个怎么样 最后就买了 但完全都看看就过去 就是我这样长得 对你来讲没有批评 对你来讲就看看 这种不太会看 但是呢 我如果先讲出说 哎 你的长出一点缺点 其实我最希望就是把你的优点 这样拿出来一点 如果你能够这样去体会到 老板的用心的话 我相信你 人家的好感会这么多 这样的吗 所以我们刚刚有两种说法 你要批评人家的话 先讲好的 再讲不好 你要 你如果现在讲不好的话 等到你要讲好的话 人家已经记得说 你就批判我这样 所以这样的话也不太好 但是如果老板对你的话 我们会知道 这个一直肯定你的话 其实你给他的好感就是普通 因为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样特殊性 但一开始的表现力量很好 他就对你稍微否定 但后来你发现到 你真的很厉害 可说是很强 这时候对你的好感 是真的保护相看的 这是大家可以知道的 下方 我今天先讲两个 好 回到刚刚的 来到这个地方 我们又看一下 有很多的 很多月衣喜团 我讲他月衣效益 什么叫月衣效益 就是说 好 我今天 因为我喜欢一个雪山 我看到他今天那个 我看到 我看到他今天那个 乙笔的头发不太一样 我就觉得 这个同学非常的有识 然后我要觉得 他的应该是一个 他只有 我其实只有看到他一点好处 我认为他所有人都很厉害 乙笔派拳 这样懂吗 所以乙笔派拳 其实也是一种 也是一种 对人家一种偏见也 可以这样讲 好 他看单一的特性 就认为说 他如果看到你哪个地方不好 他就觉得说 我看你要我一点 大概什么都不会 你只要一提做错 他就觉得 你的数据大概零蛋 类似这样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月衣效益的话 就是说 他会把你广幻的去推论 推演下去 所以我们也可以知道 不要对人家月衣效益的话不好 但是对人家月衣效益的话 所以就说 你只要以小见大 人家会以偏外全 所以你最好的地方就是说 例如我经常跟大家讲到说 你能够穿整旗做穿整旗 不要随随便便 因为老板会认为说 你来这里都随便船 那你做事情不可能做好 月衣现象 对不对 你做这件事情都将草率 我哪里敢将大事跟你做 月衣现象 对不对 所以倒不如怎么样 小事情你要注意一下 这也是要跟大家讲 他会隐蔽太全 这是我跟大家讲的 所以我们 月衣现象只是对人期待 但是相处时间只有 他有时候你才会 所以你要让人家 把你月衣现象拿掉的话 例如说我对你已经观念 已经不够好 我又觉得你是一个 非常拉咖啡人 那以后你要 你要大概要很长一段时间 我常去跟你逮换 这样知道吗 所以所谓的月衣现象 就是说 因为你的一点 让人家觉得 已经往换的变成说 你就是这样 到时候你要变回来 就不容易 这个叫月衣现象 好 接着 好 现在我们开始来交友 所以总而言之 刚刚我们提到的 你对人家讲话 对人家夸奖 或者说老板在对你讲话的话 虽然一开始 一开始他对你讲指责的话 只要没有严重到你崩溃 你就要回去想一想 老板可能就是要磨炼我了 等到你下次等来做好一点的话 那我相信他对你遗伤的 噗噗噗噗噗的 越来越大 他可能会比一开始就觉得你还不错 还不错也没有最好 他就说连你这个都敢交给我 这时候你就不要血气了 除非崩溃 那时候请大家互相支持一下 好 现在来我们 来 姑娘组 这一边的同学到你为止 你们想第一个问题 然后这一边想第二个问题 从这边开始你们讲第二个问题 如果你心仪对象出去的时候 你会约他到哪里去 然后喜欢一个人 以后只要一直制造巧意的机会以后 多次以后对方一定会有好感 来 开始讨论 你们讨论下面 你们讨论下面 好 开始 好 我们来到交友 谢谢观看 这个东西 我访问 有点资料 好像可以 就是这个讨论 你对这些啊 也没搞错 真正方式 你讨论 部份 我讨论 有点资料 真的 我们在 bougi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我们要听 有一个男主小儿跟女主角 然后两个道具 两个道具 然后这个男主角 对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你要约信仪的对象出去的话 你的约会最好到哪里去 来 这边的同学开始回答 你们觉得哪里比较会成功 所以说有一天嘛 一定的嘛 有一天你要约你男女朋友出去 男生约你生 男生都可以 你觉得约到哪里去 所以会成功 来 你们这一组 有没有要代表出来 快点快点 有没有 有没有 快点 不要一直笑好不好 有那么好笑吗 这真的有可能啊 你约到哪个地方去 那个我们现在从 这一排的讲床 我们从整排讲过去 来 从你开始 不要想那么久 好像好像很痛苦 我给你这个比较 你赞到我的容易卡 看电影吧 看电影 你看什么电影 附近要看对方的 你是觉得要看电影 第二位 快点 你们跟同学 第一个要看电影 他觉得看电影会成功 你这一组的同学讨论结果 要发现到什么会成功 你如果约南又出去 你觉得又怎么样 不过你希望人家怎么约你出去 你就会 你觉得感情会降温 意思是这样 对 对 这一组的结果 你们讨一个结果就好了 你们的结果是什么 看电影 好 不然两个都讲 两个都讲好了 咱们这一组 意见比较分起一点 他们两点 来 意见分起 说一下 感到空间 什么叫感到空间 有配空有树 就是说希望到那个西者湾那里去看空间 但是他迷你指寻 什么叫紧密的地方 紧密地位是哪里啊 所以男生跟你说讲的不一样 女生是要开放空间 男生要紧密的地方 对不对 那是开玩笑的 蛤 开玩笑话 你要讲真的 没有 你真的 你爆章什么样回去 没有 没有 没有说一下 129 124 我们在身边看七星 哦 看七星 罗罗曼蒂克 所以他们都希望到外面去看 你们讲的要讲实在的 不然等一下会 会答案太奇怪 他们有人说要看电影 有人说要到开放的地方 有人说要看七星 来 这一组还有没有 赶快这样补充 如果跟他不一样的 赶快说 你们这边 你们这里也是包括他们这一组 有没有其他的 大自然 大家都要去大自然 真的都要大自然吗 我有一天就看你 会不会都到大自然去 大自然 好来 还有 你们哪里 我的麦克服在哪里 快 好说 看花海 看花海 都跟大自然有关系 你们好健康 好 来看花海 我还没有我要的哪里 看花海都很大自然 等一下两个麦克服 喂 吃饭 吃饭 吃饭是到吃吃吃穿 来大餐厅还是什么 吃饭还是什么 对不对 你可以先从路边摊开始 路边摊 吃路边摊开始 为什么要吃路边摊开始 为什么叫路边摊开始 那个 那个 有 有 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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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把你帶去吃路邊攤 你要不要繼續跟他交往 你會覺得怎麼樣 蛤 應該是普通朋友 所以他認為說如果吃路邊攤 他就只能夠變成普通朋友 好 出手外同學有沒有想法 有沒有想法 沒有 你有沒有想法 你要插果袋對不對 沒那麼冷 還有後面同學有沒有想法 來來來 你今天都沒有想法來講一下 來 你們在這裡想不想 好 來 想法說一下 好 不要驚訝 你沒有經驗 你沒有經驗 我都知道 好 來 開始 好 圖書館 圖書館 更認真 圖書館一起圖書 好 請他 好 你們這邊還有沒有其他的不同的看法 我們這裡好像是要去 自然要看電影 或是吃小吃夜市 圖書館 然後看西西看花海 還有出手外 你們要開始嗎 來 等一下 你有沒有 那你們都沒有了 沒有 沒有 好 來 你要 你看老師今天走到最方便了 來 遊樂園 遊樂園 為什麼要去遊樂園 聽一下喔 不同的喔 為什麼要去遊樂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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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然後又有玩 又可以看她 看她 又可以看電影 喔 喔 我就好 那全部都 你們這些都都講過了 還有遊樂園裡邊的同學 她提到一個遊樂園 我要給大家 這是一個我的問題 她要引出來了 但是還沒有講 你們到遊樂園裡邊 就看這麼多而已嗎 還有沒有 可以給膽情加溫的地方 去遊樂園要玩什麼 你又聽她講話 我知道你很健康沒有錯 你們想一想喔 好來 摩天輪 摩天輪 為什麼呢 那可以脫這種 可以再久了時間 可以獨處 可以獨處 她認為說 不但去遊樂園 要去做摩天輪 因為摩天輪 可以獨處久一點 而且呢 沒有了嗎 你覺得做摩托列 摩天輪只有這樣而已嗎 可以 對 先被看風景 蛤 可以看風景 那很緊張耶 摩天輪一發很緊張 不會被人家知道很隱密 對不對 其實你主要長大很隱密 好 出場外大家有沒有補充的 好 我們選 你要補充 就是 就是玩一些比較刺激的 為什麼 就是 對方就會害怕 很害怕 然後呢 你就會 就 就可以英雄救美 對不對 就可以保護她 對不對 就是 對方有點 就是心情起伏的感覺 對啊 你也會心情起伏的感覺 對不對 到最後的結論就是這樣 鼓勵一下好不好 我們鼓勵這一組 全部得到一個 答案就是 我們今天演出來就是說 我們 如果你心情對方出去的時候 你到底要約到哪裡 其他的那些都是普通朋友 說真的 然後來到這個地方 不是只有摩天輪 就是說 你要給她帶到一個 有一點點危險的地方 然後這個地方 他們就會 她講到一個非常有心靈 心靈起伏 這時候 接下來我們等一下做完實驗 我會再講完簡貼 我只有講到這個地方 好 你喜歡 好 第二個 喜歡一個人以後 一起製造 炒一個機會的時候 你覺得對方一定對你有沒有好感 來 這邊同學請說 好 請你 就是你了 你覺得如果你喜歡某個同學 然後你每天都在 3、5時就出現在面孔 他會對你有沒有好感 請說 我覺得 會不會 已經有點誇張 就可能是 會有機會吧 我覺得 他覺得會很 你覺得會有機會對不對 對 好 好 來 再見 有沒有人不稱同的 讚同我就讚同他 有沒有那個不讚同的 就是 你的 這個不太讚同 就是如果說你 你只是 就是你們在還沒有那個 關係 就是沒有很熟的時候 你 就是如果說一個 生活一個女生的角度 然後你對對方 一開始的印象就 也沒有很清楚 然後也沒有特別好 或沒有特別不好 然後他的對方就是 一直一直那種製造機會 出現在你面前 你有煩 還可能會覺得他很煩 好 太好了 這是女生角度 所以男生角度 你們這樣就知道對話了嗎 所以你如果 這個 這個你同學的意思就是說 我對你印象如果不好 你一直出現 我就更討厭你 但我如果對你 有一點好感對不對 我可能會覺得你一直出現 我還可能會加溫的意思 你知道嗎 所以你會覺得女朋友要記得 你要先探聽一下 他對你有沒有好感 不然你一直出現的話 那就會有一點問題 好 我們先從下面這個 給大家看這個影片 這個比較好 不過調查留言 等一下 來 我們來看看解答 剛剛講的 有調查出現 有沒有 這個叫單純曝光效果 單純曝光效果 這個可以解釋你們兩個到底 講出誰對 加入了一個實驗 你會問你 在小小的問號 可以在見面 你會帶羅加拿材料 一眾的方式 你會把這位 你會被繞的 這位 對 有 我會被禁止 I'm sorry Good, Four Tip Sorry Hi Hi, Hi, Hi I don't know why, but I really like that girl Arcadia I can't even put a picture of the dance 他们也是在做一个实验 到底像单纯曝光怎么样 所以你看到那个男生 那个白眼男生 对那个黑眼小女生 我们看起来就 他们在做实验的时候 后来没成功 有 所以这也是一个他们的实验 但是刚刚你有讲到 他好像一开始 那个男生对那个女生 并没有恶感 然后反过来讲 如果我非常讨厌这个某个人 然后他一直出现的话 可能就不是这个黑伙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个这个 所以你一定要记得 这个是给大家看 这个你想完 所以你要做一个男生 或是你要做一个女生的时候 你都要记得 这个人家对于女生好不好 然后再制造几个相互 知道吗 好 解释这一边的问题了 所以同学要记得 好 我们现在来解释你们的问题 我们这个问题是说 你到底要到哪一个地方去 比较容易成功 来 我们现在争取两个道具组 道具组很简单 就是把手绳子就好 道具组多来 两个道具组 那两个一奶一女当 就是你们这四个同学 两个道具 但是当配队 你当主角 你当主角 你们两个来当道具 好 道具就很简单 我来拉一下 来 现在我们请四位同学来当我们的 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来道具组 来 当神圣 等一下他们过去的时候 你要让他们过去哦 人家怎么拉 比较好 来 现在我们现在有一个桥 来 现在我有一张名片 这张名片是 名片当然不会那么大了 来 现在我们给你剩一张名片 这名片我要最小一点 最大了快快的 你要写上你的手机在里面了 有一天我们有 某年某月某日的时候 我们中山大学有一条桥 叫中山大桥 好 大 这么大 好 中山大桥 然后男主角 你进去了 男主角 来 男主角进去 跟你主角 他们在偶然在中山大桥相见 大桥大一点 好 走过去 好 走过去 你都往中山小桥 走不去啊 好 现在我们这个男女主角 有一天他们进到中山小桥 很小 来 就这样 看 这里面拉好一点 拉直一点 好 这个小桥 大概只能够这么小 这时候这个男女主角 要从我的中山小桥过去 然后里面 好 开始过去 哎呦 怎么这么快 奇怪 有点太怪了吗 哎 我们这个桥很硬呢 再走一遍 桥很硬呢 非常的小 再小一点 再小一点 好 再小一点 好 你要走慢一点呢 好 再次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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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过大桥跟过小桥 你再感觉这么 你过大桥跟过小桥 你过大桥跟过小桥 你不一样吧 因为是比较好走 也比较好 好 这样啊 好 来 这个不太会行动 带你来行动一下 过大桥跟过大小桥 有什么不一样 过大桥之后就走过去 反正就怒人 怒人 怒人假 对 很好 然后可以当作他不存在 他不存在 过小桥的时候呢 就是你一定会叛到他 然后呢 一定会感觉到这个人的存在 对 所以就会对他稍微打念一下 对不对 你就知道这个人是谁了 就不是路人假 好 大家记得 好 我再访问这位同学 当你过完小桥的话 他给你是留他的手机 你会不会打电话 不会吧 好 我们今天就先做到了 请回座 给他鼓励一下好了 其实那个道具组 当然不用想 他那道具就道具了 我们在过去 这个有一个影片 好 这个影片 其实不是我让摆的 是真的有这个影片 最后那个男主角 他一定在过大桥 不会打电话给你主角 因为没有感觉 到了第二次的时候 他一定会打 为什么 你看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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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now compassion we had an attractive young woman stand on this scary bridge but every time a young man walked across by himself she would stop him and say i'm doing an experiment in my psychology class on the effects of exposure to see you have the data published would you mind giving out this questionnaire for me please almost all the men agreed to do what after all was an attractive woman asking a man to do something they didn't want to admit they were scared I have a picture for you to look at and I'd like for you to write a brief dramatic story based on this photograph So the man would write the story and when he was done she'd say Thank you I appreciate your time I don't have a whole lot of time now But I'd love to explain the experiment in more detail when I do have more time So I'm going to give you my number And you can feel free to call me It's at my hotel So she would write her name and phone number on the edge of her little sheet Tear it off and hand it to her My name is Linda so I hope you call me Okay Linda She stopped 20 men on the scary bridge And then she stopped another 20 men on another bridge That was a big, heavy, safe bridge Not very scary at all I am doing a project for my psychology class on the effects of exposure Of the men who met her on the scary bridge Many more phoned her that night Than the ones who met her on the scary bridge I am going to do a小撤夜 And then he'd love her The other thing with this We look at the stories They're far more romantic and sexual content When they met the woman on the scary bridge She's embarrassed because her boyfriend wants to marry her Than when they met the very same woman on the safe bridge I think this woman is a little embarrassed about something that's really not that important at all Aaron believes that when our heart is pounding in our chest We unconsciously look for the most attractive explanation And if an attractive person of the right sex is standing by Then we're happy to assume we've fallen in love So... So... 剛剛這個也是剛好回答到我們的問題 So... 他們一開始在做這個實驗的時候 就變成一個非常堅固的大橋 跟在搖的荒荒的小橋 So... 這時候剛剛這個同學都提到說 當我為什麼會帶她去看摩天輪 或是看那個很可怕的電影 所以... 有時候... 有時候會會錯意 其實是會錯意的問題 他人家... 他的警察還有說 他對我有好感 所以他們就會彼此之間都會錯意 所以接著感情就加溫了 所以這個... 這個... 大家可以看到 所以我們知道在調查 這個地方 研究發現走到調查 男生有半數會打電話 而且走堅固的只有十分 十二%的人會打電話 所以我不曉得我們... 你們可以去做一個實驗看看 如果你帶她到路邊攤吃飯的話 大概... 大概就... 就... 大概差不多這樣了 大概十二%的人就會有下溫 那如果你... 如果走調查的話 例如說你比較危險一點的地方 然後看恐怖電影或怎麼樣 就覺得你還會保護那個女生的話 女生會覺得他大概真的很可靠 然後那個男生也會覺得女生 好像也對他很好的印象的感覺 一方面會錯意 一方面的話 緊張所產生的感覺 認為令他所產生的舉動 這樣子吧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這個就是... 他的地點是有關係的 但是你要進到這個地步的話 請大家要記得 不要一開始就帶她去看那個恐怖電影 會嚇到 所以到某一個... 某一個情境的時候 你大概要進一步發展 大概可以這樣 所以你也許你這樣恐怖電影 玩世界有設計遊樂設施的話 也就會跟那個很小很小的小一樣 交同嗎? 訪問星期上 會了齁 以後知道齁 以後交不到男女朋友 不要來找老師齁 自己要知道一下齁 但是還有一個情況也要特別留心 我的老大齁 他現在也會太難了齁 他在北卡的時候 在第五個讀書齁 他有一個朋友 老是交不到女朋友 他是一個物理系的 又交不到... 欸 我不曉得講過齁 沒有齁 他只交不到女朋友齁 後來我兒子就問他說 他說我約會他都不出來 我兒子就問他的同學說 請問一下你約會都約在哪裡 他說每次都約半夜十一二點 因為十一二點他比較有空 就約他十一二點的 難怪女生都跟他說好 結果不出去 為什麼? 我們第一次見面 然後就約一家十一二點 你覺得 然後又到一個非常無盡的地方 你覺得有女生趕出去嗎? 不敢 對不對? 所以後來我兒子就說 後來你約他中午十二點 到麥當勞 這樣的話大概就一開始的時候 這樣的話大概他就會覺得 你不是心懷不軌 你大概比較安全可靠 也有很多人見證 那等到你慢慢有一點感情基礎的話 你才可以做這種工作 所以這個感情的 要有一點點感情基礎的話 將來做會比較好 好 這個是後話了 好 這個是到這裡為止 接下來我們再講他去調查理論 人質情結 什麼叫人質情結 又叫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我們知道如果說有時候在 那個在戰鬥也好 然後在不幸事件的時候 有些人會變 被人家綁架當人質 你覺得人質跟那個綁毀 有沒有辦法會產生一種日久生情 有的請記手 好 沒有不可能請記手 有沒有人要問我問題 你們沒有記手一定有理由的 有沒有人要問老師問題 好 沒有 你要問我問題嗎 沒有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為什麼會產生 這個因為我們知道 大家也沒時間再講 現在這麼簡單的戴過裝號 因為那種本來的 加害者跟受害者他們是敵對的 但是如果那個原子被 被加害者就是說綁架的人 他如果對他沒有太壞 例如說對他沒有太壞的話 他真的有時候會 因為他是他唯一可以依靠的 他久而久之認為他是家人 然後反過來 他被發現的時候 他反而聽他講話 這叫做原知情節 這樣懂嗎 所以為什麼會 我們會看到 我們會說這個好像一點 他本來被人家綁架 他就很討厭他很厭惡他 到時候來替他說 他就給他作證 讓他來被抓起來 但是因為他當成劫持的前途 當成自己的前途 當成自己的前途 所以他們就採用 他們就變成說把解救者 他認為說他就會對那個 那個加害者反而變成一個 他們就變成好像變成 他等於魚的感覺 這個叫做施德克的症候群 所以變成喘生感覺 現在反過來幫助犯罪者 一種情節 這個叫做演技情節 也有發生過 這個心理學有好多好多情節 然後接下來講到犯錯效果 所以我們剛剛已經講到犯錯 到底好 先來問你 你要在團體裡邊 團體裡邊你要很受歡迎 你們覺得要不要犯錯 會犯錯的人比較會受到歡迎 還是從不犯錯的人會受歡迎 開始回答我的問題 你在要在團體裡邊 是一個非常popular的人 你覺得犯錯的人比較會受歡迎 還是從來都沒有犯錯的人 比較會受歡迎 回答我的問題 好 來這裡 這裡 你先說 到底犯錯的人比較會受歡迎 還是不犯錯的人 你覺得呢 犯錯人 為什麼 印象比較深刻 這樣 阿明應該還要問我說 老師是天天犯錯 還是我要犯錯 你覺得 我犯錯吧 我犯錯 不能天天犯錯對不對 天天犯錯感覺 對 會不會 也會覺得你奇怪吧 好 這是一個很好的說法 所以如果我們還有一種情況 倘若有一個人 他永遠不犯錯 什麼都是很完美 你覺得他的朋友會多還是會少 如果班上某一個同學 他永遠都考試考一班 他是完美者 他的朋友不會很少 沒有 你怎麼找都找不到他的缺點 你覺得這種朋友會不會很少 大部分的人 就是 多多少少都會有很多機會 但是那種 完全沒有犯錯的人 就會常常被人家認為是異類 或是 異類 所以 你覺得這種朋友會不會很少 對挑削和排斥 對孤立的感覺 對不對 非常棒 我們來看一下 好 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也是一個研究 所以我們知道 換錯就是說 他有時候換這個錯 大家也知道 是小錯 不是大錯 不是那種 不可以連樣的錯 絕對不是這樣 但是 所以你可以看 他換錯反而會讓人家 喜歡你的效果 為什麼會這樣 這個就是有分的相處 大家記得 有時候是故意換小錯 那個很優秀的人 反而會讓人覺得 有一種親近的感 因為對方覺得 你也是一般人 所以他講得很好 如果我有眼不換錯的話 那有眼開不起玩笑的感覺 就是說 人家會覺得你跟我是異類 你不是我這一同族的 非我族也 類似這樣 所以像這種情況的話 但是 所以優秀人換錯以後 就人家認為說 好像比較親切 這不錯 所以你如果是自認為 或是我經常從來 沒有一點點錯誤的話 其實有時候 人家就會距離有一點遙遠 但是呢 平用人換錯以後 緩了 所以你是一個普通的人 那就盡量少看錯誤 有兩個不同的錯誤 所以我們來到這個地方 就可以看出 就是剛剛講的 所以我們會一開始 所以我大概結論就是說 如果你是一個 我們可以看出 跟人家相處 然後一開始 到某一個情境之下 當然也要表現 對你很有自信的感覺 但是如果說 你發現到很多人都在犯錯 你永遠沒有犯錯的話 你會發現到 你的朋友其實 他們就認為說 我就不用跟你討論 因為你太厲害了 那你為了要融入 別人的那種團體裡面 有時候你換一點小錯 但是這種小錯 應該是可以挽救的 不是那種挽救不了 但如果反過來講 你是一個非常普通的人的話 那當然就盡量少看錯 不然的話 人家會認為說 你一無是處 一無是處的話 就變成很stupid 就很蠢的感覺 好 來到這個地方 人際發展 人際發展 我時間還多少 我先講個五分鐘 我們講到說 那個Divital 1994年的時候 我們一個人要維持人際的發展 我一般來講 我也會希望兩個同學來表演 兩個同學 我只要差不多一分鐘的表演 就好 我們找兩個男生 來 就你們兩次好不好 對 請過來 你們兩個過來 好 我們現在 他們畢業了大事畢業 他們要到一個公司 這個公司裡面 他們要到一個公司服務 他們兩個本來 你們兩個同氣嗎 對 同氣嗎 好 你回去 我找另外一個 來 你有沒有跟他同性 沒有來 好 現在他們兩個不同性 不認識 有一天他們畢業以後 中山大學畢業 他們兩個就來到一個公司 這個公司 他們現在坐在電梯 電梯25樓是他們公司 來 請給他們一個麥克風 他們要怎麼樣的開始 你們不認識 怎麼可能 電梯25樓很久 你要怎麼講話 你要怎麼講話 要怎麼樣的把人進回去 你們都開始解開 好 開始 繼續 電梯 這個電梯好 進去 登登 好 進去 你要看著嗎 電梯在那邊 來 現在他們進到裡邊 一般來講就會像這樣 他們就會 一般的情況就會 開始電梯來 他們就一直坐上去 但是我們知道 你們開始要怎麼樣 會讓你們的關係 好一點 會解放 麥克風在這裡 拜託 你靠近一點 這個很重點 很重點 你是在我們對面嗎 我不知道 你要問他們公司 你要去 他們20樓那麼小 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你要怎麼問 隨便 隨便 拜 拜託 好 謝謝他們兩位的表演 非常非常辛苦 但是你要知道 我們可以知道 當你要進到一個環境 你就會遇到這種情況 第一個是一個逆滴的空間 你會走不開 對不對 然後他們兩個 我就拉出兩個同學出來 這兩個同學 你就會看到 我們這個同學 他就比較有激情 這個同學的話 他好像就是在 在丟問 他是 他就是有一搭沒有一搭的 他就比較主動一點 他主動就問他說 你到哪裡去 25樓 我剛好也是到25樓 然後你要到哪裡 我剛好也是怎麼樣 然後接下來 你說我們怎麼那麼巧 然後開始可以 開始打招呼了 所以你可以知道 我們進到這個地方 就必須要一個接觸期 所以我們 我們的人際關係 一般來講 分成這六個期 那首先 這個是 我會分成兩個來講 第一個就是普通的人際關係 第二個可能就是 我們講到 我們交友的人際關係 我們講到接觸期的話 就是說 完全都沒有線拉住 沒有線拉住的話 就是說 他們進到一個 進到一個 就是一個電梯間裡面 這時候 他們一定要接觸 這個接觸 眼層接觸也好 肢體接觸也好 所以你們都沒有做到一點 就是說 一開始他們沒有問好 我說 你當然也可以說 老師 那個電梯間怎麼可以轉 空氣很不流通 我們假設說 他來到一個新公司 你會看到新公司裡邊 很多人都做各做各的事情 但你要緣緣好的話 有可能你就會要進到這幾個期 第一個要接觸 接觸的話就是說 有沒有共通點 共通點很重要 你如果找出共通點 例如說我們都在25樓工作 我們都是中山公司的職業 我們都是剛畢業的 我們都是什麼科的 什麼系的等等 找到共通點 或說我們一起吃飯 我們喜歡愛吃什麼東西 或是我們喜歡運動等等之類的 或是說你來到中山大學 一定會想到說 我的室友裡邊 怎麼樣可以跟他們 就是跟其他人 每個選 就是你的接觸 然後攝錄 攝錄就是互相了解 所以他們會來到第二個 你到哪裡上班呢 然後你到25層樓 然後你要到哪裡 然後背景怎麼樣都會開始誘人 然後接下來我們比較從那個 就是說交友狀態 攝錄就是互相了解 對他們的背景 然後接著呢 他們就會開始 如果是男女朋友的話 就會接到親密期 因為一定是大家很多相識的地方 所以他們開始就會慢慢的 接到男女朋友 這個叫親密期 但親密期以後 有可能某一個階段 就會有一個惡化期 什麼叫惡化期 例如說第三者出現 例如說 因為他們的生活條件 生活的時間 那個時間有不太一樣 或是說 有的要升學 有的先救 有的要出國 有的要當兵等等之類的 所以這時候就遇到一個惡化期 惡化期完了以後 我們知道 有可能他就會叫做收戶 收戶叫什麼 收戶就是說 例如說他們要分離 分開的時候 他們就說 關係要換了以後 我一定改 你給我一個時間 我一定改 例如說 他可能就會 就會把那個感情再收戶回來 但是有時候收戶不成 他就解體 我們可以知道 至於是不是會有惡化跟收戶跟解體 那有時候不會發生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好 所以我們會 你在人際關係一開始接觸 四分鐘前 所以剛剛這兩位同學 我們就 請他出來的時候 我看這麼尷尬 不止四分鐘 我們一分鐘都代表好幾分鐘 所以他們兩個都拭目相對 有時候眼睛還不敢開人 所以我還很期待說 大家看的話就是 比較有一點笑容 你們都不太敢 不好意思笑 我看這位同學還敢笑 那你的話就更尷尬 所以要特別留意一下 你要你的肢體也在活 在比較主動積極一點 可能被你的人際互動會好一點 這個是一開始 所以互動一開始 我們會看到 當你要吸引人有幾個條件 就是說有可能你外表會吸引人 例如說長得還不錯 或說他特別 所以有時候我會稱讚人家 會從他外表會稱讚 例如說你今天衣服很漂亮 我就發現到你這樣講 或說我覺得你今天很有型 或說我今天你的 就是說他有特殊地點 但是我們要從那種 稱讚人家開始 不要說我覺得你今天好醜 類似這樣 那大概就完了 所以外表是一開始 這是一個很好的 很好的 很好的見譜插針的地方 第二個相識熟悉接近 這三個就是剛剛他們有做到的 我們都要25樓 我們都要到仲餐公司 我們都是省系畢業的 我們都剛好是這個公司的 他們有講到這幾點 所以這幾點也是同學可以 一個好的交往的開始 好 接下去還有什麼呢 還有攝入期 來到攝入期的時候 比如說開始要交往 男女朋友交往 或是同事之間 要開始比較密切的合作 這時候我們就開始認識了 認識的 好快 認識以後我們就有互動了 所以這中間多長多短都不一定 好 接著來到親密期 親密期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承諾 承諾的話 例如說 他談起跟下等等 就會開始 你看看誰這樣 然後接著就會有 這個叫什麼期 這個叫惡化期 對不對 兩人 三人 都變成這個高層 他們很厲害去找出來的 像這樣的話 就有一點惡化期 有沒有注意到 很危險的 惡化期 所以惡化期以後 看看能不能修復 最後有一個解體 所以我們看到這種情況的話 如果惡化期能夠修復出來 如果不能修復出來 他就解體了 解體就完了 就分手了 這個我看一下就可以了 好 我們過去找到attachment 的醫護理論 醫護理論裡邊 只有一個叫安全醫護理論 對後來是很棒的 所以那個愛情醫護理論裡邊 你也會講安全醫護跟焦慮跟害怕型的 這個跟過去的 跟你的父母親的醫護是一樣的 只有哪一種人是最好的 安全醫護的人 對他在親密之間都叫正向同向 同學回憶一下 什麼叫安全醫護 就是說你的男女朋友 如果在你面前出現的時候 你當然很快樂 但如果他離開你很焦慮 他回來你都很開心 這個叫做安全醫護 對不對 但是有些人的時候 就是逃避或是那種焦慮 那對你的交往都並不是很好的 好 來到這個地方 我們剛剛不是講到惡化 惡化就要分手對不對 我們時間過好快一下就分手了 當你要分手的時候 一定會經過幾個波折 第一個波折叫做火刃 為什麼是我 為什麼你要把我放棄 火刃 絕對不是 他不是 絕對不是 他只是 只是很馬 只是不接我電話 所以火刃 所以 不可能他昨天還說愛我 然後呢 昏怒 這時候當他 當知道這件事是真的時候 他就開始 昏怒喔 老天為什麼可以這樣 為什麼這有這麼公平 我對他這麼好 他居然這樣對我 好 接著討價還價 這時候我知道憤怒沒有用 所以這時候他說 不能這樣我來改 好不好 你來你再理我 你再給我機會 我來改 我可以上上天畫室 然後什麼話都講出來了 然後等到人家 好像吳家吳笑以後 他就開始進到憂鬱 憂鬱過了一陣子以後 這個憂鬱曲 要達到多久 就不知道了 最後會有一個接受器 所以我們來這個地方有 有歌給大家聽 我們有歌 我們有歌 這首歌要把它詮釋出來 我們無首歌就這樣結束 讓大家知道 所以我們今天很快就把這個情歌講完了 對不對 好 六點 我們說下次給你聽歌 我怕說一定六點了 所以我們現在就有交代我們的題目了 下次給你聽歌 好 同學不好意思 因為今天這個POP有一點問題 我們已經放在網大上面 那次的討論題目很簡單 我們剛才上課講過 還有月運效應 還有平板效應那些 那請你們就各舉一個 日常生活中實際遇到的例子 好 就是這禮拜的討論 謝謝